第871集 战斗傀儡全部玩完了 就剩了个球给他 他还玩个球啊 紫袍修士心中郁闷 可恶 宋叔航 给我记住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十足傀儡就暂时先寄存在你那里 总有一天 我会将属于我的东西 全部夺回来 想吧 紫袍修士控制着球状傀儡 小心翼翼地往地底前去 准备通过地盾密法 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这时 从坑洞中爬出来的白尊者 似乎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圆滚滚的小零件 然后 他一个没站稳朝着地面跌去 见到这个画面 球状傀儡根本无力吐槽 这位叫白的修士实力很可能是九品境界 这么屌的一个修士竟然会被这么一个小零件绊倒 这不科学 这不修真啊 眼看着白尊者就要跌倒在地 突然 白尊者伸手在地面上轻轻一撑 然后他的身形高高弹起 随后 白尊者在空中连续空翻 最后如同体操运动员一样平稳落地 姿势优美 这套动作在体操界绝对能拿满分 啊 差点就摔到了 好在还没有走神 否则又要多砸出个坑了 白尊者最近一直在尽量避免自己走神 控制平地摔的次数 今非昔比 这年头高楼大厦太多 他再不控制一下平地摔的话 若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或是大厦边上摔倒一次 就可能会上演一部灾难篇了 这时咔嚓一声 有什么碎裂的东西 从白尊者的脚下传来 诶 我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 白尊者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正踩在一个圆滚滚的傀儡上 他这一踩 正好将傀儡给踩碎了 奇怪啊 这里怎么有个傀儡 白尊者心装好奇 他弯腰将这个圆球状的傀儡捡起 大略地检查了一下他的构造 这个傀儡的构造真的好精妙啊 比我以前拆过的所有傀儡都要精妙 也不知道他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会将他遗弃在这里呢 既然已经被我踩坏了 那正好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说吧 他将这个傀儡装入到自己的空间法器中心满意足 自抛修士留在禁地的最后一只傀儡 扑该 另一边 宋说行感觉肝疼 他带着雀妖小彩一路狂奔 最后跑到了禁地的入口 那黄金圆盘的边上 然后他发现 黄金圆盘又关闭了 想要让黄金圆盘打开 需要再一点点地解开黄金圆盘的内环 很厚实 而在他身后 无形剑谷已经追上了 地面上出现了一道道剑痕 那是无形剑谷逼近的信号 宋说行只能选择 带着雀妖小彩 进入到核心世界中去 可问题是 进入核心世界后 出来也还是在原地 如果到时 这一波无形剑谷没有退走的话 他一从核心世界出来 就要被无形剑谷扎个透心凉啊 咦 有人过来了 这时 叶丝出声道 说话间 前方有一位老学者 快步朝着宋说行的位置靠近 老学者面带温和的笑容 就是身上的衣物有些凌乱 还带着被炸过的痕迹 宋说行发现 老学者已经进入到了 无形剑谷的区域 但四周的无形剑谷 没有一直对他进行攻击 老学者也发现了宋说行 朝他挥了挥手 呦 前面的小友 你就是霸道道友吗 不 我不是 宋说行摇了摇头 霸道道友 绝对不是他呀 此时 宋说行的身体和核心世界 紧紧联系 只要念头一动 就能化为虚幻 进入核心世界 你不是霸道的宋医吗 难道我认错人了 老学者喃喃着 对宋说行挥了挥手 不好意思啊 道友 看样子是我认错人了 那你继续和无形剑谷玩下去啊 我就不打扰你了 说吧 老学者转身就欲离开 前辈请留步 如果您要找的是霸道送医的话 那就是在下了 宋说行叫道 老学者微笑着转过身了 我就说呢 你的模样和白道友说的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不是霸道送医呢 说吧 老学者轻轻挥了挥手 顿时 虚空中那咬咬咬的声音停止了下来 无形剑谷停止了行动 全部安静下来 宋说行心中松了口气 接着 他认真纠正起老学者的错误来 霸道 霸道是霸道前辈 霸道 没错呀 老学者一脸疑惑 是刀 菜刀的刀 宋说行道 不对 是刀剑的刀 不是大刀的刀啊 霸道 我知道的 我念的就是菜刀的刀啊 老学者道 宋说行算是明白了 这位老前辈的普通话很不飘准 先不说这个了 没想到这里果然有着很多的无形剑谷 这可是宝质啊 如果培养的好的话 加上剑阵 威力无双啊 老学者道 哎 可惜了 这里的无形剑谷都是成宠 已经定型 没有继续培育的价值 只能带一部分回去配种生育下一代 要是要现成到无形剑谷重卵就好了 能省心不少啊 老学者说话间 手中拖出一个布袋 掐了两个道印 口中念念有词 虚空中 似乎有无形剑谷飞入这个布袋 被老学者收起 前辈 你认识白前辈吗 此时 宋书航依旧保持着和核心世界间的联系 没有断开 啊 白道友的话就在后面 刚才我们过来时 白道友突然发现一块石壁上的符纹很有趣 里面蕴含着很精妙的拳法 白道友就留在那里研究那块福堡了 老学者笑呵呵的 这倒是很符合白尊者的画风 言吧 老学者收起了那只布袋 又道 对了 霸道道友 我是来找你有点事情 啊 这找我 宋书航好奇的 是的 我听白道友提起过 你身上有一卷 百兽训养大权 上面详细记载了许多 已经失传的远古时机 灵兽训养之法 很是精妙 所以 我想从霸道道友手中 借这书一观 老学者道 当然了 我也不会白看你这 百兽训养大权 我有一件东西 正好可以送给你 作为知识的交换 老学者说吧 伸手在怀中掏了起来 是的 我身上的确有 百兽训养大权 宋书航点头道 百兽训养大权的事情 他曾经和白尊者提起过 所以白前辈知道 他身上有这书 老学者掏了半天 然后从怀中 掏出了一副 眼镜 这副眼镜很帅气 就是老学者 在玩高空逃生游戏前 小心翼翼 收起的那副眼镜 眼镜 宋书航抬头疑惑地 望向老学者 用这副眼镜 换我的百兽训养指南 如果这位前辈 不是在开玩笑的话 那么这副眼镜 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别看它是一副眼镜 但事实上 它是一件法器 老学者介绍道 法器 它有什么功能吗 先别急 让我慢慢到来 这副眼镜 它的名字叫做 神兽养成系统 1.5版本 啊 八道道友 像你这种年轻人 平时都有看 网络小说之类的习惯吧 老学者道 宋书航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爱看书 什么书都看 那你一定知道 最近很流行的网络小说中 一些主角的金手指吧 没错了 就是随身携带的系统 有了系统的辅助 就能让原本扶不上墙的烂泥主角 都扶摇直上九层天 踏上人生巅峰 迎娶白富美 变得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老学者道 啊 前辈 您这一身的学者气质 难道是看网络小说 培养出来的吗 而我呢 就从这系统中 得到了灵感 我是一位灵兽训养大师 并且收了不少的弟子 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 我发现 培养一位灵兽训养师 很麻烦 灵兽训养师 不仅要有天赋 还需要丰富的经验 训养师 在养育灵兽幼崽的过程中 若是步骤出了错 那灵兽可能会出现重病 甚至是死亡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宋书航点了点头 所以 我尝试着研究出了 这么一件法宝 神兽养成系统 只要拥有了它 你就能正式踏入灵兽训养大师的门槛 然后在系统的帮助下 完成一个个任务 解锁系统的各种功能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将一步步成为灵兽训养大师 老学者举着眼镜 研究完成 然后 我要将神兽养成系统 终极版推广出去 到那时 修士若想成为灵兽训养师 只要带着神兽养成系统 一步一个脚印 就能成为灵兽训养大师了 老学者说到这里时 双眼都散发着明亮的光芒 第872集 现在 如火尊者的神兽养成系统 还只是1.5版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总有一天 他会将这件法宝研究完成 事实上 这个神兽养成系统 已经成了如火尊者道的基础 如果有朝一日 他真的完成了神兽养成系统 说不定就有机会 凭此踏出自己的道 触及长生境界 有梦想的人是伟大的 毕竟 人若是没有梦想的话 和闲鱼有什么区别 宋书航就特别佩服这种 有人生目标 有梦想的前辈 不过 现在有个小问题 如果只是将百兽 训养大权借前辈您一关 倒没什么问题 不过 前辈您借书一关 完善了资料库后 百兽训养大权上的内容 是不是会向所有拥有 神兽养成系统的人开放呢 宋书航询问道 事实上 宋书航倒不在意 百兽训养大权上的内容 会不会被传播出去 甚至他自己就曾经想过 要将这书上的内容发扬光大 前不久他还想要将这百兽训养大权 传授给那只修炼了33兽先天仪器功的狐妖呢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宋书航并不是百兽训养大权的真正主人 这本百兽训养大权的所有权 是33兽神宗那位主管子长老 以及主管子长老的那位友人 也就是百兽训养大权的作者所有 就算主管子长老可能已经挂掉了 但还有33兽神宗的直系弟子在 比如狐妖的神秘师傅 很可能就是33兽神宗的直系弟子 宋书航用金链子冒名领取了主管子长老的快递包裹 就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现在若又直接将百兽训养大权上的内容公布天下 总感觉有些过意不去 这时老学者回道 是的 我若是完善了资料库 书里所有的资料都会像拥有神兽养成系统的修饰 一步步解锁公开 书航小友 若是你觉得亏了的话 那除了神兽养成系统法器外 我还可以用其他代价 来换取百兽训养大权上的知识 前辈您误会了 我并不是说前辈的代价不足 宋书航摇了摇头 其实是这样的 虽然这本百兽训养大权在我手中 但是它的所有权并不属于我 我最近可能会去见一见这本书主人的传人 和他有关系的后辈 如果能得到对方的同意 百兽训养大权上的知识 前辈就可以任意传播 宋书航原本就准备 抽空去见一见那只狐妖的师父 对方很可能是正统三十三寿神宗的传人 老学者文言捏着眼镜的手微微一顿 随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老学者笑得很开心 发自内心的开心 好 我答应你霸道道友 这样 我可以先将百兽训养大权的资料封存 等得到你口中 这本书所有权者的传人同意后 我再将资料内容解锁 如何 说吧 老学者来到宋书航的边上 递上了那只神兽养成系统的眼镜 那么霸道逍遥 我们先完成交易吧 虽然霸道道友 你的道号蛮乎乎的 没想到心思却是意外的细腻啊 道号问题实在是一言难见 宋书航叹道 说吧 他从手串空间中取出那本百兽训养大权 递给老学者 老学者随即将那副眼镜交给了宋书航 然后他接过百兽训养大权 轻轻翻开手写的封面 轻轻翻到了序章上 序章是一封信件 是百兽训养大权的作者 写给三十三兽神宗长老 主管子的信 上面的内容是书的作者 感谢主管子一直以来对他的支持 有两人共同研究 归纳总结的训兽书大权 他终于已经编辑成册 然后 这位作者便特意抄写了一份 修订成册 送给自己的粮食义友 主管子 他希望主管子能再抽空 为他审核一下 这百兽训养大权的权文 看看还有没有可以改进 修正之处 同时 也算留个纪念 老学者伸手轻轻抚摸着 这篇序章上的文字 悠悠地叹了口气 然后 他合上了这本书 望向宋书航 是的 他并没有去看这本百兽训养大权的内容 此时 宋书航正好奇地戴上了这副眼镜 叶丝和雀妖小彩都很好奇地凑过来 想看看这个名为系统的法器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这时 在宋书航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界面框 宋书航您好 欢迎使用神兽养成系统 本系统现在是1.5版 请宋书航在使用前保持网络畅通 PS 若遇到系统升级时 推荐使用50兆以上的WiFi 宋书航一正 哎 前辈 这东西使用时还要联网 啊 虽然不联网也能使用 不过联网时 能得到及时的资料库更新 老学者道 宋书航道 啊 前辈厉害 一直与时俱进啊 啊对了 还没请教前辈您的道号 老夫 道号如火 如火尊者笑道 如火前辈 那这眼镜法宝要怎么操作呢 宋书航问道 在他眼前的界面框处 界面一直停留着 哎 既然是系统的话 当然不是用手操作的 而是用精神力 你凝聚精神力 接触眼镜 一世便知 如火尊者补充道 宋书航点了点头 然后他使用自己的精神力 接触这副眼镜 果然 界面上产生了变化 欢迎正式进入神兽养成系统 请问宿主 是否要绑定自己的精神力 一旦绑定 无法更改 绑定 宋书航道 精神力绑定中 请宿主输入自己的道号 建立个人信息界面表 宋书航想了想自己那么多个道号 除了金刚君子刀道号已经送给小彩了外 他还有六个道号 想了想后 他确定了道号 呃 霸刀送一吧 其他几个道号 他可能都会一个个送出去 但霸刀送一这个道号 经过了儒家的大力宣传 已经无法送给别人了 确定道号霸刀送一 个人账号建立成功 诶诶等一下 霸刀送一啊 霸刀啊 宋书航急道 第873集 为什么会是霸刀啊 霸刀这个梗有这么好玩吗 神兽养成系统很死板 根本不给宋书航修改道号的机会 很快 宋书航眼前出现了一个属于他的个人信息版 神兽养成系统1.5版宿主界面 道号霸刀送一 种族人类 属性精神力四品 灵兽训养师等级零级 拥有灵兽无 灵兽兽粮无 灵兽玩具无 灵兽兽兰无 更多选项带开发 神兽养成系统附带技能 1.基础孵弹技巧 新手技能 在宿主获得第一枚灵兽卵后将开启孵弹技巧功能 系统将一步步引导宿主对灵兽卵进行孵弹 任务界面 新手引导任务 请宿主寻找一枚灵兽卵并将其孵化 奖励1.开启一品灵兽资料鉴定功能 奖励2.一品灵兽通用寿粮配方陈一 宋书航一正 霸道宋一的道字上 夹得粗黑的这个括号是什么意思 另外 这系统让他有种看到流行夜游手游的及时感 在设定这个系统时 如火尊者到底是借鉴了什么东西 这位如火尊者不仅看了很多网络小说 还玩了许多手游和夜游吧 从内容上来看 如火尊者这个神兽养成系统 并不是小说中那种蛮不讲理的金手纸类系统 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款手把手的教学软件 就是一步步引导年轻的灵兽训兽员 通过学习成为灵兽训养大师 学习才是这神兽养成系统的基础 怎么样 霸道逍遥 你已经进入界面了没 如火尊者问道 啊 已经进入了 怎么呀 我设计的这个系统界面如何呀 我参考了许许多多的资料 才将这个界面构架了出来 哎 可惜我的实力还没有到九品境界 否则掌握了空间力量后 我就能将系统再升级一次 加入实物奖励系统 比如完成系统任务后 可以得到珍贵的灵兽卵 训兽法器之类的 这些只能等以后再慢慢调整了 如火尊者遗憾道 如火前辈这是要当无限流的主神吗 宋书航想了想后道 系统界面的话还算过得去吧 哦 也就是说 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吧 那你觉得是不是要加个引导人物的角色 我一直在考虑这一点 但又不确定引导人物会不会受人欢迎 如火尊者道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用了 宋书航道 毕竟大家的喜好不同 有人喜欢随身老爷爷 有人喜欢随身小萝莉 有人喜欢帅哥 有人喜欢美女 有人喜欢外星人 甚至有人喜欢不是人 所以引导人物的形象很难统一的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如火尊者点了点头又道 哎对了 你接到新人任务了吧 你感觉新手任务如何呀 如火尊者只是将宋书航当成了系统的内测员 通过宋书航的反馈对系统进行改进 呃 前辈 我想问一问 灵兽卵这种东西容易获得吗 宋书航随口问道 他手中倒是有许多无形剑骨的骨卵 勉强也能算是灵兽的一种 完成这新手引导任务倒是不难 不过 无形剑骨不是一品灵兽 成年后的无形剑骨可是拥有着击杀四品 甚至是五品修饰的实力 所以 若是真将无形剑骨孵出的话 这个神兽养成系统也不能引导他培养剑骨 一品灵兽的兽卵获得难度不大 一般的灵兽宗门都有出手 二品和三品的兽卵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获得 如火尊者道 那前辈 我有个问题啊 如果我在第一个任务的时候 找到的灵兽卵不是一品兽卵的话 咋办 宋叔航道 新手任务是孵化灵兽卵 奖励方面也是和一品灵兽相关的技能和信息 如果孵化出来的是二三品甚至更高级别的灵兽 但我却没有相应的养育二三品灵兽的方法 不是要玩吗 无论是什么灵兽 刚破课而出时 一般都是一品境界 不过二品灵兽培育得好 成年后就能晋升到二品境界 三品灵兽成年后往往能达到三品的程度 灵兽的品阶分类是以他们成年后能达到的境界来分类的 虽然说刚出生时大部分都是一品境界 但是二三品的灵兽幼崽养育方法肯定是和一品的灵兽不同吧 霸道小友你说的很有道理 如火尊者皱着眉头思索起来 这是我的疏忽 得想个办法加个补丁才行 宋初航趁机提议的 不如前辈加个额外的新手奖励 比如若是宿主孵化出来的第一只灵兽卵级别较高的话 可以额外再提供宿主第一只灵兽的培养方法之类的 嗯 这个方法倒是可行 霸道小友 你将眼镜给我 我来调整一下 如火尊者道 宋初航迅速摘下眼镜 递给了如火尊者 尊者接过眼镜 在其上调试了片刻 又将眼镜还给了宋初航 好了 霸道小友 搞定 你再试试 宋初航接过眼镜 重新戴上 果然 神兽养成系统的新手任务中 已经补了一个奖励补丁 如此一来 他要是孵化无形剑骨的骨卵 就能马上得到无形剑骨的培育方法了 霸道小友 那么开始孵化你的第一只兽卵吧 我想 小友你身上一定有三瓶 甚至是三瓶以上的兽卵 对吧 如火尊者道 如火前辈慧眼如炬 宋初航厚着脸皮道 说吧 他伸手进入怀中 暗中调动核心世界的力量 从中取出了三枚无形剑骨的重卵 如火尊者看到这些无形剑骨后 马上明白过了 原来如此 我还说 为什么此地的无形剑骨 明明已经到了繁殖的季节 却没有骨卵 看样子 是霸道小友 你闯入到了无形剑骨的潮中 倒走了骨卵 前辈 我可没这样的本事 凭我的实力要是强闯骨巢的话 是给剑骨加餐去的 宋初航道 其实是一位强大的前辈 带我进入到了无形剑骨的骨巢寻宝 然后我幸运地取到了一些无形剑骨的骨卵 如火尊者点了点头 以宋初航的实力 强闯无形剑骨骨巢的确不可能 那么霸道小友 你手中的无形剑骨骨骨卵还有多少 如火尊者问道 如果能直接拿到一部分的骨卵 能省去他很多功夫 否则的话 他就要带着无形剑骨的母虫 回去慢慢养殖下一代 前辈你需要多少 宋初航问道 嗯 先期需要十枚左右 后期的话 我可以自己慢慢培育 霸道小友 如果你有十枚骨卵的话 我可以用一件法器和你交易 小友可否愿意 如火尊者道 自然愿意 宋初航又取出了七枚骨卵 凑齐十枚递给如火尊者 如火尊者接过骨卵确认了一番后 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起 随后他取出了一枚小巧的御印 递给宋初航 此物名为灵兽印记 小友你交给我的百兽训养大权 就有关于此物的记载 我想小友你应该与此物有缘 如火尊者一本正经道 灵兽印记 宋初航想起百兽训养大权中 的确有关于此物的记载 这方小印是33兽神宗弟子们的智氏法器 这件法器是用来配合33兽先天仪器工 和兽神宗的训兽之法所用 既用法器时可以用它收纳灵兽的一缕兽魂 这是当年33兽神宗驯服灵兽的一种独门手段 只是如火尊者手中为什么会有这种法器呢 宋初航接过这方灵兽印记 抬起头来望向如火尊者 前辈 您怎么会有这灵兽印记啊 应该是我年轻时的收藏品吧 人老了 有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了 如火尊者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不知前辈您知道33兽神宗吗 宋初航直接问道 不知道 如火尊者一口否定 我以前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以后也不会知道 宋初航一正 白道友已经回来了 那么霸道小友 我也差不多要离开了 我们下回再见吧 如火尊者对宋初航笑着挥了挥手 下一刻 他身形一步迈出 已经出现在数百米之外 这是缩地成寸的法术神通 几步之后 如火尊者的身形 已经消失在了宋初航的视线中 宋初航捏着手中的玉印 心中有了一些猜测 这位如火尊者来见他 恐怕并不是为了借百兽训养大权一月 去完成什么神兽养成系统那么简单 如火尊者过来后 又是送他神兽养成系统 又将灵兽印记交易给自己 看起来是公平交易 但显然不是交易那么简单 哎 对方到底想图个啥呢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前辈 百兽训养大权还没还我呢 宋初航突然醒悟过来 这老学者飞快地走掉了 还带走了他百兽训养大权的原本 虽然说上面的内容 宋初航都已经牢牢记住 但原本是很珍贵的好不好 他还准备将原本交给 三十三寿神宗的真正传人呢 但是 如火尊者早就跑得没影了 宋初航一脸懵逼 片刻后 宋初航身前有一道剑光掠过 剑光收缩 化为白尊者的模样 初航 你见过如火道友了 刚才我在过来的路上 看到如火道友和我匆匆道别 然后就飞快离开 走得老匆忙了 白尊者收起剑光 问道 啊 我已经见过那位如火前辈了 宋初航叹了口气 嗯 你戴的眼镜 不是如火道友的吗 他送给你了 白尊者后急问道 再来找宋初航的路上 如火尊者都当宝贝一样 小心翼翼地护着这双眼镜 现在怎么大方地送给宋初航了 如火前辈用他和我交易了百兽训养大权 宋初航咬了咬牙 哦 这副眼镜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一路上都很好奇这副眼镜 但如火道友根本不肯借我看看 白尊者的 啊 这副眼镜是一件法器 名字叫神兽养成系统 里面自带一个系统 能辅助修士成为一位灵兽训养大师 宋初航一本正经道 哦 能借我看看吗 白尊者眼睛发亮 可以是可以 但白尊辈 你不能将它拆掉啊 宋初航取下眼镜 递给白尊者 白前辈一阵干笑 哎呀 其实我最近也没有乱拆东西了 我很克制的 接过眼镜后 白前辈将它戴上 然后一个眼镜框出现在白前辈的面前 宋初航您好 欢迎使用神兽养成系统 本系统现在是1.5版 请宋初航在使用时保持网络畅通 PS 若遇到系统升级时 推荐使用50兆以上的WiFi 提示 本系统已经和霸道修饰绑定 除了霸道修饰外 其他人无法再使用本系统 欢迎下次光临 再见 然后眼镜上显示出了 类似于关机的页面 白尊者抬起头来望向宋初航 绑定了 我用不了 哦 我想起来了 如果尊者说过 这系统和每个修饰的精神力 绑定在一起 一旦绑定后就无法更改了 宋初航道 和精神力绑定 哦 原来如此 白尊者明白过来 他微微一笑 对宋初航招了招手 宋初航疑惑地 来到白尊者的身边 再靠近 再靠近点 白尊者道 宋初航又靠近他一些 就在这时 就在这时 白尊者 白尊者突然对着宋初航的额头 狠狠一击头锤击了 以宋初航的实力 哪闭得过白尊者的头锤 被击中后 他双眼一黑 爽快地昏迷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宋初航苏醒了过来 啊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他似乎被白尘 被一记头锤给砸晕了 他歪着脑袋 思索了片刻 转过头来 便发现白尊者 正戴着眼镜 在飞快操作着 见宋初航醒来后 白尊者开心道 初航 初航 我想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我们也建立个系统玩玩吧 啊 第八百七十四集 话说 为什么白前辈 已能使用这个神兽养成系统 这玩意儿不是 已经和我的精神里绑定了吗 难道是之前那一记头锤的原因 好吧 这问题先放一遍 先回答白前辈的问题吧 宋初航想了想后 问道 白前辈 你准备创造成的 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白前辈既然想要建立系统 那他心里应该有个创意雏形吧 嗯 书航 你觉得我们建立一个 飙车技术养成系统怎么样 通过系统 让宿主快速掌握飙车技术 然后是三倍速 六倍速 十倍速等等 白尊者双眼泛着亮光 说起系统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 白尊者话音刚落 宋初航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一看 是高某某打过来的电话 啊 白前辈 我先接个电话 宋初航道 白尊者点了点头 书航滑开手机 喂 老高 啥事啊 我操 总算是打通了 书航 你平安无事吧 之前怎么打你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啊 高某某语气中带着焦急 啊 我之前在一个地下室里 信号不好 所以收不到电话 宋初航答道 你们那里出什么事了吗 是啊 出大事了 书航 你知道我们江南大学生附近 有一所教人开挖掘机 以及教人开车的学校吧 高某某道 宋初航听到这个话题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有种很不妙的预感 那所学校出事了 是的 今天傍晚快下课时 那所学校中又来了一个女学员 要学车技 不是应付考试的那种啊 而是能成为马路上老司机的那种车技 或许是因为这位女学员给的钱比较多 长得也比较貌美 所以虽然已经到了下课时间 学校还是专门安排了一位教练 给这位女学员额外加课 然后 那位女学员上车后不久 悲剧就发生了 真是惨啊 现场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学校练习车技的道全完了 光是训练用的车就毁了近三十多辆 一会儿我发几张图片给你看啊 那现场完全是被血碾状态啊 比好莱坞大片中的车祸现场还要壮观 还更可怕的是 后来那女学员的车还撞开了学校的隔离墙 冲入了附近的挖掘机训练场中 又是一片血碾啊 碾完挖掘机现场后 竟然还没完 最终的女司机还碾到了隔壁停车场 继续碾压全场 停车场里的那些车啊 全部被碾了个遍 我都怀疑那个女司机是故意的 普通人车辆失控 怎么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嘛 哎 听说后期大约计算 学院的经济损失高达数亿 高某某顿了顿后又道 哎 好在这场灾难中没有人员伤亡 唯一几个受伤的还是因为跌倒在地的姿势不太好 大多是一些扭伤或者是受到了惊吓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可能是冥冥中自由保护吧 哇 那么夸张的车祸现场 一个重伤的都没有 说出来别人都不幸 哎 就看明天新闻怎么报道了 啊 不会错了 能造成如此恐怖车祸现场的 绝对是九州一号群众 道号东方未了 昵称东方六 外号马路沙神的那位仙子无疑了 东方未了仙子 最终还是跑到这所学校学习车技了 而他也没有辜负宋书行的期待 直接将这所对外宣称 教练水平一流 能让学员新手司机进来老司机出去的学校 给一车碾平了 好在看样子 东方六仙子也做好了保护措施 至少没有出现普通人伤亡事件 哎 我刚得到消息 那位指导女学员的教练也被送入医院了 他同样神奇的没受什么伤 但貌似患上了车辆恐惧症 听到车的字眼就会浑身发抖 唉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从这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啊 高某某又补充了 啊 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也不知道东方六仙子要怎么收成啊 不过 这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宋双航疑惑问道 啊 是这样的 之前你不是突然有事离开了吗 后来宋师就和我们在一起看电视 当看到这则新闻时 宋师突然说 你可能会在那所学挖掘机的学校 所以我和吐蕃就马上给你打电话 但你的电话又打不通 我们还以为你真的在隔壁的挖掘机学校里 被那位女司机给穴碾了呢 高某某解释道 啊 谢谢啊 让你们担心了 放心吧 我不在那所学校 让师也不用担心我了 宋说横道 师罗莉竟然和高某某他们玩到一块去了 无由你们放心吧 其实啊 我早就被那位马路杀手撵过好几次了 想起来都是眼泪啊 唉 你没事就好 话说你现在跑哪去了 高某某又问道 啊 有一位朋友带着我出去野营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是什么地方 呃 等我回去时 呃 带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 宋说横笑道 好嘞 那就这样说定了啊 高某某笑道 结束了和高某某的通话后 宋说横一本正经地对白尊折道 白姐妹 我认真考虑了一下 飙车技术养成系统还是不要了吧 因为 呃 因为 对了 因为超速标车是违法的 白尊者一证 片刻后 白贤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在这个世界上 说不定还有更多像东方六仙子那样的马路杀手 如果他们拥有了飙车系统的话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于是 白尊者难得的妥协了 好吧 那我们换个吧 嗯 这样吧 书航 我们首先以制作一个给普通人使用的系统为标准吧 宋说航文言暗暗松了口气 没问题 白姐妹 说吧 他又登上九州一号群发了条消息 at 东方六仙子 仙子你还好吗 没事吧 东方六仙子回道 不太好 我被吊销驾照了 还要支付大额赔偿 好几个亿呢 回头啊 我还要悄悄去抹掉几个人的记忆 比如教导我开车那位教练 他是个好人 这段记忆 会给他留下心理应用的 所以还是抹掉 让他继续幸福生活下去比较好 宋说航打出了六个点 东方六仙子又到 对了 at 黄山真君 黄山前辈 这次我的车祸影响比较大 我会配合您收拾残局的 前辈 赔偿完 在抹掉几位受害者的记忆后 接下来怎么做呀 黄山心好累好想退休的 六仙啊 不是你配合我收拾残局 而是我配合你啊 唉 接下来 你要么本尊过来 要么弄个分身傀儡过来 跟我的下属 收拾残局去吧 黄山真君心好累啊 明明马上就要闭关去冲击了 可九州一号群里还有一大堆的烂摊子等着他去收拾 再这样下去 我进几时会有心魔的 对不起 黄山前辈 我全听您的 东方六仙子飞快回复 不过 话说回来 东方六仙子感觉那学校教导车技真的很不错 经过那位好人教练的指导后 他的车技有了明显的提升 如果换成他以前的车技 这一路车祸下去就算有法术保护也难免会有人受伤的 但这一次却没有一人重伤 看清楚了啊 一个重伤的都没有哎 这就是巨大的进步 要不 我换个马甲 再偷偷去那学校学一趟吧 感觉只要再多学几次 我就能脱离马路杀手的级别了 下次 我一定会将自己那辆改造的车开过来 绝对不能再制造类似的车祸 不能再给黄山前辈带来麻烦了 如此想了想后 东方六仙子又到 爱的雪狼洞主 雪狼道友 我驾照被吊销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要再补办一个 此时 还在选女门云雀子前辈那边待着的雪狼洞主 看到这条短信时 爪子一颤 爪中的手机差点就掉地上了 换说 东方六仙子已经在我这里补了多少次驾照了 次数太多已经记不清啊 那么问题来了 我现在还要给东方六仙子补驾照吗 为了人类的和平 我是不是要拒绝东方六仙子比较好啊 但如果我拒绝了东方六仙子的话 明天我的雪狼洞会不会就被仙子开车碾平了 哎呀 这问题真纠结啊 那书行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系统比较好 白尊者又问道 白前辈 您的那个系统是想给普通人使用的 对吗 嗯 毕竟是我做的第一个系统 我们从基础做起 先做个普通人就能使用的系统来练手 但有经验后 我们再做修饰也能修用的系统 白尊者道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一步一个脚印 从基础做起 白前辈说的好有道理啊 书恒 你修行才几个月 所以你觉得一个普通人的话 会喜欢哪方面的系统 白尊者问道 喜欢什么样的系统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大部分学生都会喜欢自己能拥有一个学霸系统 躺着不动就能学习 别人在玩的时候我在玩 别人在学习的时候我还在玩 但考试的时候 我的成绩总是能吊打任何人 第875集 真学霸系统 学生们都值得拥有 宋书航回答道 事实上 几个月前 宋书航还希望自己能有一个 类似自动学习的功能 挂机就能学习 就问你怕不怕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系统 什么中考 大考 小考 期末考 什么外国语 四级 五级 六七级 什么计算机 应用 中级 高级 全都不怕 全都是手到擒来 想想都好美 这样棒的创意 希望白一切 没能采纳 白尊者认真地考虑离婚 学霸系统 这个系统感觉做起来难度不到 只要初期建立好数据库 再布置好系统任务 完成任务后 偶尔奖励一发临时记忆增强类的法术 或是奖励一发让人精神力集中的法术 或是让人灵台清明的法术 这些法术都能够起到提升学习效果的功能 后期可以奖励永久性增强记忆 增加精神力的单一 将一个普通人变成学霸并不困难 等数据库建立完毕后 给我两天时间 我就能将这个系统雏形弄出来 建立这个系统的难度 最多只有一星 先记下来 言罢 白尊者掏出一个小本本 在上面记录下了 一学霸系统 在白前辈口中 让学生们梦寐以求的学霸系统 竟然只有一星等级的难度 如果我在初中实习的时候 就能遇上白衣前辈 那该有多好啊 这是宋书航此时的新生 还有其他推荐的吗 白尊者又问道 看样子 一星难度的系统 完全无法让白尊者愉悦 白前辈请让我再想想 对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 除了学生期间很需要的学霸系统外 毕业后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希望 能有一个会赚钱的系统 毕竟人活在世 处处离不开钱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一个能赚钱的聚宝盆系统 应该也很受普通人喜欢 宋书航思索道 赚钱的系统 要这种系统干啥 白前辈一脸迷茫 钱这东西 只要缺了的话 出门走一趟就能捡到很多 如果捡到数量不够的话 就随便找个山头挖一下 都能挖出不少值钱的东西 回头就能换成很多钱吧 此时的宋书航突然怀疑 自己和白尊者生活的是 同一个世界吗 出门随随便便捡到好多钱的世界 那根本就不是我的世界呀 求救 突然和白前辈聊起了赚钱的话题 要怎么样才能让白前辈了解到赚钱的艰辛呢 在线等答案 真的挺急的 呃 那个 白前辈 您这只是特例 其实啊 这世界上绝大部分人 靠出门捡钱为生是远远不够的 而到山头挖宝的话 能挖到宝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毕竟 不是人人都有白前辈您这样的气韵的 宋书航解释道 哦对哦 这是和气韵有关 气韵这种东西很难说的 白尊者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那就想想建立一个聚宝盆系统吧 嗯 感觉难度比起学霸系统来 也只是稍稍困难一点点 其中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我直接送出大量的财富就可以了 白尊者道 不行白尊呗这样的话就失去了系统的意义 系统的存在主要还是让人不要像咸鱼一样活着 必须要完成一件任务再得到一些收获 有付出后得到的收获才会让人更加去珍惜啊 宋书航道 嗯 有道理 那聚宝盆系统可以设定为学霸系统的进化版 当宿主通过学霸系统学到一技之长后 再通过聚宝盆系统赚大钱 无论是鉴定简陋 切实看育 发明黑科技 种植别人种不出的植物 养出别人养不出的鱼 都能赚到大钱 嗯 很好 这逐一妥 就将聚宝盆系统设定为学霸系统的护制 甚至可以将这两个系统合二为一 妙 白尊者说吧 将聚宝盆系统的创意也写了下来 记录在小本本上 建立难度是一星半 哇 不愧是白前辈啊 思维敏捷 宋书航沉思了起来 两个系统合二为一 妄天 这样一来 这个系统就是大部分系统生活流主角的金手指模板雏形 我赢了呀 系统生活流的主角 拥有的金手指就是这种类别 即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 各种各样的神术手到勤来 不管是厨艺 医术鉴定术 甚至是养鱼养猪 种田种花 各种技能都是一学就精 这些技术既可以装逼 又可以赚钱 赚到足够的小钱钱后 就可以去某个空气质量比较好的小山沟 买田买房买池塘 远离雾霾的都市 小日子过得贼溜 汪天 这样的系统 我也想要一个呀 汪天 等白仙妹将这两个系统合二为一后 我愿意当小白鼠 亲身来试验这个系统 汪天 想想都觉得好美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汪天 这个汪天的口皮是怎么出来了 是之前在禁地中无意 听到了玉色大海龟叫了几次后 不知不觉就学过来了吗 汪天 怎么会这样 嗯 还有其他创意吗 白尊者又问道 白前辈还没有满足 聚宝盆系统难度是一星半 加上学霸系统最多也就是两星的难度 在白前辈看来还是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就不够刺激 不够刺激就不会有满足感 宋书航捏着下巴思索起来 学习能力有了 赚钱能力也有了 那接下来还缺啥呢 想着想着 居然 他想到了自己的名义弟子约瑟夫 全名约瑟夫 居医莫伯桑 自从下定决心收了约瑟夫为名义弟子后 除了那套时代在召唤外 宋书航还将圣光剑术第一式的架子也交给了他 但是他心里知道 就算约瑟夫天天苦练圣光剑术 也很难有所成就 毕竟他缺少修身基础功法 体内的教学没开 圣光剑术就施展不出他的威力 其实 约瑟夫的梦想只是想学会传说中的中国功夫 飞檐走壁 一拳击出能有啪啪的拳风 一个人能打十个的那种武林高手 但宋书航很难完成他的愿望 书航手中掌握的功法是修真功法 其中基础类功法的所有权并不是他自己的 无法教导给约瑟夫 再加上约瑟夫也早就错过了练功的黄金周期 就算现在开始修炼助击功法也难有成就 如果 白尊者能想出一个办法 让普通人成为电视中那种武林高手的话 会不会有戏呢 不求修真助击 但求能强身健体 飞檐走壁 能一个打二十个就行了 白尊贝 要不我们弄一个武林高手养成系统吧 宋书航认真的 武林高手养成系统 教导人修行吗 白尊者疑惑的 不 我说的武林高手不是我们修真界的高手 白尊贝最近也看了很多电视吧 我们华夏的特产武侠篇 就是类似那个篇里的武林高手啊 不求长生不死 只要能飞檐走壁 全法精通 一个打十几二十个就够了 宋书航认 哦 你说的是这种高手啊 但这种又不能长生 有什么用吗 白尊者问道 不求长生 只求能强身健体也是极好的呀 宋书航认 因为有很多人 都已经错过了修炼的黄金年龄 在修真的路上注定走不出多远 没有脆体液和气血丹的话 就算有助击修正功法在手 练个几十年也很难有所成就 所以 如果能有一个武林高手系统 能让他们成为那种 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系统呢 白尊者好奇问道 呃 事实上 我是因为前不久 一直被人缠着 后来就收了一个名义弟子 宋书航不好意思道 然后 他将约瑟夫的情形和白尊者介绍了一遍 另外 宋书航心里还有一个想法 如果这个武林高手养成系统真的研究出来了的话 不仅是约瑟夫 还有宋爸爸 宋妈妈都可以成为这个系统的受益者 嗯 有趣 这样的话 剔除修正功法的部分功能 加强一下功法针对肉身强化的方面 想制作出一部剑效快的神功 还是有希望的 不过 还要再实验一下 白尊者点了点头 这个系统的难度可以定为三星左右 不错 相较于学霸系统和去宝盆系统 这个武林高手养成系统更符合我的口味 那书航 决定了 白尊者竖起笔来嘴角上扬 白尊卑决定要做哪个系统 宋书航问道 决定了 我要做 哎 我的灵兽付出来了 白尊者突然道 我刚才用你的神兽养成系统 重新注册了一个附加小号 然后 我刚才一直在研究新手任务 正好 我手中有一枚很久前弄到的灵兽卵 就拿出来孵化了 白尊者得意笑 白尊者转身打开了一个木盒子 木盒约15寸大小 其上有一枚符纹悬浮 闪闪发亮 这是孵化灵兽卵的法术符纹 宋书航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果然 白尊卑之前给他的那剂头垂有问题 白尊卑 您孵化的是什么灵兽啊 宋书航问道 我也不知道 这枚兽卵是我很久前冒险时捡到的 不过 我忘记是在哪捡到他的了 白尊者这一生捡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不可能一一记住的 能被白前辈找到并收藏起来的灵兽 不会是神兽吧 龙 凤花 麒麟玄武 或是其他神兽 反正 以白前辈的捡保天赋 这枚灵兽卵内爬出任何神宠 宋书航都绝对不会惊讶的 白贤辈捡神宠不是新闻 白贤辈捡到的不是神宠 才是大新闻 灵兽已经破壳而出 我们快看看它是什么 白尊者打开了那个盒子 盒子上的符纹消散开来 露出了里面一个棕色的物体 这是一个毛毛的球状物体 和灵兽但完全扯不上关系 难道 这毛球就是白前辈的灵兽卵中 付出的神兽 马上就要破壳了 白前辈期待的 忘天 这毛球不是灵兽 而是兽卵 谁家的兽卵是长毛的呀 不愧是修真界的东西 虽然很不科学 但这很修真 话说回来 这只毛球灵兽卵 今天终于时来运转 白尊者遇上了神兽养成系统 才会一时兴起想到了它 并将它取出来 否则 以白前辈那丰富到无法计算的财富 这只毛球灵兽卵 得默默留在白前辈记忆的角落里多久 才能被白前辈想起 重见天日啊 毛球状的灵兽蛋裂开了一条小缝 一只细小的爪子从蛋壳中钻了出来 爪子同样是棕色的 有五只爪指 刚出生时的灵兽爪子显得有些虚幻 似乎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样子 灵兽的身体大部分是由灵力组成的 所以普通人的眼睛是无法观看到灵兽的存在的 除非是灵兽特意显现 人们的肉眼才能看到它们的存在 而修士也只有在开了眼窍后 才能看到正常状态的灵兽 宋书航还是第一次看到出生的灵兽 一只爪子钻出后 这只出生的小灵兽就停止了动作 破壳的动作消耗了它所有的力量 接下来它要重新积蓄力量 将整个身体从壳中钻出 还不钻出来 我们要不要敲敲弹壳 白尊者捏着下巴刀 我感觉还是等等吧 让它自己破壳而出比较好 宋书航以前养过蚕 蚕蛾在破茧而出时 必须让它靠着自己的力量从茧中出来 如果帮助它剪掉了茧 蚕蛾反而一出来后 没多久就死了 那就让它自己来 让我先看看它的资料 白前辈带起那双神兽养成系统眼镜 系统在新手任务完成后 会开启一品级别的灵兽鉴定技能 不过第一只灵兽属于特例 无论什么级别都能鉴定 白尊者戴着眼镜盯着毛球瘦卵 看了看片刻后 他郁闷的 我没有权限进入任务的下一个环节 啊 实测了 我之前将自己的精神力和你的精神力连接后 在神兽养成系统的主账号霸道送一下面 又建立了一个白的紫账号 这样 白的紫账号 也可以使用这个神兽养成系统的功能 进行系统任务 不过 没想到我弄的这个紫账号 功能权限竟然会受限于主账号 现在 主账号有了什么功能 紫账号才能拥有什么功能 若我想要开启鉴定灵兽的功能 必须要先等霸道送一的账号完成新手任务 得到鉴定灵兽的权限后 此账号白才能获得鉴定灵兽的功能 哎呀 如火道友这个系统做得太细腻了 大实测呀 白尊者摘下了眼镜 将他还给宋书航 那必须要等我完成新手任务了 宋书航问的 嗯 先等你孵化一只灵兽 开启功能后再说 书航 你也先孵制灵兽试试吧 白尊者蹲在小盒子边上 看着那毛球里的灵兽 努力地破壳 光看一只爪子的话 根本认不出这是什么类别的灵兽啊 好 那我先孵化一只灵兽试试 宋书航从核心世界中 取出了一枚无形见骨的兽卵 同时他又取出了那枚灵兽 到时候 等无形见骨孵化出来时 便可以配合着兽神宗的训兽法门 将无形见骨收服 准备就绪后 宋书航戴上了神兽养成系统的眼镜 然后 一个系统提示出现在宋书航的眼镜界面上 新手任务 新手任务 寻找一枚灵兽卵并将它孵化 已完成 开启一品灵兽资料鉴定功能 奖励一品灵兽通用兽粮配方 配方已直接发送到宿主个人存储空间 请注意查收 啊 白姐妹孵化的那个毛球灵兽蛋 变成我的新手任务了 他转过身来 将眼镜对准了白尊者身边的毛球灵兽蛋 这时 镜片上再次弹出系统提示 新手补丁奖励发放 无视灵兽等级鉴定灵兽资料次数陈一 无视灵兽等级提供灵兽培养方案陈一 这时 白尊者身边那个毛球灵兽蛋终于被全部挤开 一道棕色的光芒化为点点星光 从灵兽蛋中钻出 随后 这无数的星光又在白尊者的身前凝聚成形 化为完整的右身体灵兽 诶 这不是袋鼠吗 宋书航盯着那只新生的灵兽 强健的后脚 粗大的尾巴 这就和袋鼠是一个模样 袋鼠 袋鼠目的有袋动物 是世界上跳得最高最远的哺鲁动物 眼前这只灵兽和袋鼠唯一的区别 就是它的头顶和背部 在它的头顶有一根尖锐的独角 然后在它的背部有一排 如同剑龙一样的古质版 这种模样的灵兽 我也没见过 果然不是华夏修真界的灵兽品种吗 白尊者伸出手来 摸了摸这只袋鼠的头部 又捏了捏它的小脚 小袋鼠露出了享受的神情 口中发出细细的叫声 这时 宋书航镜片上显示出了鉴定结果 变异灵兽 格斗兽 人工培养变异的灵兽品种 品阶 无 这是一种近战肉搏能力很出色的变异灵兽 配合不同的功法进行饲养 可培养出各种不同的等级境界 拥有出色的战斗智慧 向主人撒娇时 喜欢用尾巴和后腿和主人进行亲密的接触 初期使用一品通用兽粮进行饲养即可 白仙辈 你孵化出来的灵兽是一种变异灵兽 它的名字是格斗兽 拥有出色的进展能力 初期饲养的话 用通用型的衣品兽粮即可 另外 用不同的功法去饲养它 也能培养出不同境界的格斗兽 宋书航将自己鉴定到的灵兽资料 和白尊者讲述了一遍 不同的功法去饲养 也就是说 这只格斗兽可以修炼功法 白尊者若有所思 宋书航打量着这只小袋鼠 向主人撒娇时 喜欢用尾巴和后腿和主人进行亲密接触 是像小狗一样蹭主人 但用尾巴蹭主人的画面还可以想象 用后腿怎么蹭主人撒娇呢 很快 宋书航就知道 这只格斗兽是怎么用后腿和主人撒娇的了 在他打量着袋鼠灵兽的同时 格斗兽也抬头望向了宋书航 格斗兽的眼睛如同蓝宝石一样 很是漂亮 在看到宋书航后 他显得很兴奋 他开心地从白尊者的身边蹦了过来 跳到了宋书航的身边 他在宋书航身边秀了秀 发出了很开心的细细叫声 宋书航则是一脸疑惑 可能是我在孵化他的时候 精神力还和你保持着同步状态 所以这只格斗兽也认为你是他的主人之一吧 白尊者想了想后 答道 宋书航道 啊 望天 格斗兽围着宋书航开心地跳了一圈 然后他转过身来 粗大的尾巴狠狠一甩 啪的一声 宋书航感觉自己的膝盖中了一击 格斗兽的高度 甩起尾巴 正好打在他的膝盖上 哇 这小家伙的力气 必须从娘的还要大呢 这就是用尾巴和主人进行亲密的接触 这是撒娇的手段 小家伙开心地发出细细的叫声 一脸讨好之色地望着宋书航 还真是在撒娇啊 啪啪啪的 小家伙的尾巴不停地甩着 一下下地打着宋书航的膝盖 宋书航很无语 我说小家伙 你就不能换种撒娇的方法吗 宋书航也就心里这么一想 然后 这只可能和主人之间有心灵感应的格斗兽袋鼠 就换了种方式和宋书航撒娇 只见他后退了一步 用强壮有力的尾巴撑在地上 然后他的两只同样强有力的后腿 蹬了起来 两条腿飞快地蹬出 准确地落在宋书航的小腿上 好痛 这 这就是格斗兽袋鼠的撒娇方法之二 第877集 宋书航无语 这双腿瞪过来的力度相当的大 以宋书航现在的体质都感觉小腿有些疼 只能说这不愧是灵兽中近战肉搏的专家吗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家伙还是右身体啊 刚从毛球弹虫爬出来不久 就已经一身满力了 如果这家伙再长大一些的话 撒起脚来会是何等可怕 据说成年袋鼠身高在1米6以上 体重在100公斤以上 尾巴一扫就能置人于死地 个别块头大的还能长到2米以上 浑身上下肌肉发达 拥有一张萌萌的小脸 又拥有强壮肌肉的生物是什么呢 是哪吒吗 不 并不是 是袋鼠 这还只是普通的澳洲袋鼠 都能长成这样的大杀气了 而白前辈这只灵兽袋鼠的成长空间显然更大 别说是2米 就算他能长到10米宋树行也不会感到意外 而且既然他被称为是灵兽界的肉搏格斗专家 那如今看起来猛蠢猛蠢的格斗兽袋鼠 未来长出一身夸张的肌肉也是必然的 到时候 一只可能有10来米的大袋鼠 见到主人时发出开心的叫声 然后对着主人撒娇 撒娇法之一 他一尾巴横扫过来 拍在主人的身上 主人一声惨叫被扫飞出去 撒娇法之二 大袋鼠看到主人后 开心地蹦了起来 然后他用粗壮有力的尾巴支撑着身体 后腿对着主人狠狠一瞪 主人族 这是多么可怕的宠物啊 还好 这是白尊者的宠物 以白尊者的实力 就算被成年后的格斗兽 一尾巴拍中 也肯定能毫发无损的 而这时候 格斗兽对着宋舒航连凳了 十几腿无影脚后 心满意足地撒娇完毕 他对着宋舒航细细地叫了几声 以示亲切 然后他又蹦蹦跳跳地 回到了白尊者的身边 然后他对着白尊者伸出自己的脑袋 白尊者伸手摸摸他的脑袋 又捏捏他的小脚 格斗兽袋鼠发出了开心的细细叫声 喂猫啊 你和白尊者撒娇的方法这么正常 为什么一定要用尾巴和后腿和我撒娇 你是在看脸对吗 绝望了 对这个看脸的世界彻底绝望了呀 奇怪了 他为什么要踹你呢 白尊者疑惑问道 在他看来 这只格斗兽对宋舒航并没有恶意 他在踹宋舒航的时候 还不断地在向宋舒航讨好啊 神兽养成系统的鉴定资料中提起过 这是格斗兽对主人撒娇的方式 看到主人时他会用尾巴和后腿跟主人亲密接触进行撒娇 宋舒航嘴角抽搐 话说如火前辈啊 您收集的资料真的没问题吗 这真的是在撒娇的手段 而不是只是格斗兽体内的暴力肉搏因子在作祟吗 撒娇的方式 这种撒娇的方式还真是别具一格 白尊者又捏了捏格斗兽头上的小脚 格斗兽幸福地摆动着脑袋 发出萌萌的叫声 可恶啊 既然会这种正常的撒娇法 下次对我的时候也有这种正常的撒娇法呀 话说要给他喂点吃的吗 白尊者问道 鉴定书中提起过 喂他服用衣品通用寿粮就可以了 宋舒航答道 我没有寿粮 白尊者道 我也没有 不过系统刚送了一张衣品寿粮配方 我们可以试着自己制作一点 宋舒航道 制作寿粮 这多麻烦 直接去买吧 我去找钥匙道友问问 他手中各种奇怪的药材都有收集 说不定会有受粮 白尊者道 于是白尊者给钥匙打了个电话 喂 白先生 有什么事吗 钥匙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气喘吁吁的 钥匙道友 你是在修炼吗 白尊者问道 在运动 消耗了不少体力 钥匙喘着气道 好吧 那我长话短说 你手中有灵兽的寿粮出售吗 白尊者问道 什么 灵兽寿粮 不好意思白前辈 我 我正没有这种东西出售 要不 你去问问皇山前辈 毕竟他养了一只痘痘 说不定皇山前辈那里会有寿粮呢 钥匙道 毕竟他只是钥匙 而不是寿衣嘛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钥匙道友 白尊者回道 不客气 白前辈再见 钥匙说完 飞快地挂掉了电话 白尊者捏着下巴沉思了起来 白前辈 怎么了 宋书航问道 嗯 我在想 明年 差不多要准备一个大红包给药匙道友了 白尊者道 啥 没事 先不说这个了 我们来看一看灵兽寿粮的配方吧 白尊者道 您不问问皇山前辈吗 不用问的 你见过豆豆吃寿粮吗 黄山真君对豆豆太溺爱了 给他吃的都是顶尖的食材 甚至有专门的仙厨照顾豆豆的伙食 所以 黄山真君那里不可能有寿粮的 白尊者笑道 嗯 也对 宋书航点了点头 当初见到豆豆时 豆豆还吐槽黄山真君不给他吃狗粮 最后他还在宋书航家上网 在网上订了各种口味的狗粮回来 黄山真是大傻 哪有狗竟然不吃狗粮的 豆豆曾道 宋书航从首串空间中取出了济世本和笔 自从有了空间法器后 他连学习用品和教材书籍都塞到里面去了 然后书航将神兽养成系统中的那张 一品通用寿粮的制造配方写了出来 交给白尊者 白钱被接过配方看了一眼 还好啊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材料 收集起来应该不难 嗯 对了 我的宝库中或许有这些材料 书航你等一下 我去宝库中找找 还没等宋书航回答 白尊者嘶的一下消失不见 留下了宋书航和格斗兽 宋书航和格斗兽袋鼠深情对视 格斗兽宝石般的双眼中露出了讨好之色 然后他又蹦跳着来到了宋书航的身边 尾巴一抽 啪啪啪 又用尾巴撑起身体 双腿不断地朝着宋书航的小腿蹬着 宋书航悠悠地叹了口气 唉 悲剧啊 他绝对不承认这是撒娇 这完全是在人身攻击啊 这时候 宫得舌美人不是应该出来保护我吗 宋书航意念一动 宫得舌美人就从他身上窜了出来 然后 宫得舌美人蹲下身来望向格斗兽袋鼠 袋鼠的双眼也望着宫得舌美人 两者对望了片刻 然后 宫得舌美人伸出手来 摸了摸袋鼠的脑袋 小袋鼠发出讨好的萌萌叫声 小脑袋幸福地蹭着功德舍美人的掌心 这一货绝必是看脸撒娇的 数分钟后 白尊者还没有回来 他的宝库太多太大 想要找一些东西 得一个个宝库翻找过来 哎呀 这也是种幸福的烦恼啊 功德舍美人正在一边 和格斗袋鼠一起玩耍 闲着无聊的宋舒航 重新戴上了那副眼镜 开始按照系统上的提示 用基础孵蛋技巧 开始孵化无形剑骨的骨卵 在神兽养成系统的指引下 宋舒航小心翼翼将骨卵 封到了一个小盒子里 就是白贤妹之前 用来孵化格斗兽的盒子 宋舒航顺手拿来用了 最终 宋舒航成功地在小盒子上 凝聚出了孵蛋的符纹 灵兽的孵化过程很快 品阶越低的灵兽 孵化的速度就越快 无形剑骨大约是 四品或五品的骨类灵兽 孵化用的时间 应该要久一点吧 宋舒航念头一动间 盒子中就传来了动静 这么快就孵出来了 咔擦 盒子中传来了 清脆的蛋壳碎裂声 宋舒航伸手打开了盒子 果然 鼓卵的壳已经裂开 其中有一截 利刃状的能量体 刺破了蛋壳 对啊 无形剑骨 锋利无比 在破开蛋壳这种事上 应该比其他灵兽 有优势 难怪这么快就出来了 宋舒航新装暗盗 接着 舒航一手抓着灵兽印记 并通过眼镜 鉴定这只无形剑骨 新手任务完成 新手任务发放 新手补丁奖励发放 无视灵兽等级 鉴定灵兽资料次数乘1 无视灵兽等级 提供灵兽培养方案乘1 啊 还好 主账号的新手补丁奖励还在 变异灵兽 无形刀骨 拥有灵兽血脉的骨虫 品极 无 这是原无品灵兽 无形剑骨的变异体 具体品质无法确定 主人的饲养过程 会决定无形刀骨的成长 最终培养出 不同境界的无形刀骨 锋利无比 坚硬胜过普通宝刀 宿主握住它 就可以当刀使用 初期使用 一品通用兽粮喂养即可 配合刀器和刀翼来喂养 效果更佳 啊 无 无形刀骨 刀骨是怎么回事啊 是无形剑骨长惨了吗 就在这时 这只新生的无形刀骨 扭动着身体 从蛋壳中飞了出来 同时 它的身体渐渐变得透明起来 开始进入连修饰也无法看到的 无形模式 提示 无形刀骨培养方案 请在刀骨彻底透明化前 手持灵兽印记 运转三十三兽先天仪己弓 狠狠拍在他身上 会有意外的惊喜 哎 哎 这养育方案 错不了了 灵火尊者绝对和兽神宗有关系 如果不是三十三兽神宗的人 又怎么会清楚灵兽印记的使用方法呢 虚空中 无形刀骨静静悬浮于虚空中 它看起来就是一柄直刀的模样 站在宋书航的角度 甚至看不到刀骨的眼睛 无形刀骨还在渐渐透明化 要是等它完全透明化后 就算是将它孵化出来的主人宋书航 也休想再找到它的身影 于是 宋书航抓住灵兽印记 运转三十三兽先天仪己弓 注入这方灵兽印记之中 在宋书航的真气 进入灵兽印记的瞬间 这方灵兽印记 就和宋书航的真气产生共鸣 在一瞬间就完成了激活认主两个步骤 如火尊者送给宋书航的这块灵兽印记 是一块全新的 没人使用过的印记 身为当年三十三兽神宗的智氏法器 在当年的三十三兽神宗中 这东西就和人们现在的手机一样普及 人手一块 只要得到一块全新的灵兽印记 并将自己的真气输入进去后 灵兽印记就能完成激活 并进行认主 就和现代人们买一只手机 开机后几个步骤 就能完成激活注册一样 认主完成后 宋书航的真气在灵兽印记中运转 印记中有着特殊的真气循环路线 只要真气在印记中运转一圈 就能激发印记中 收取灵兽一缕兽魂的功能 随后 宋书航握着灵兽印记 朝着天空中的无形刀骨拍去 无形刀骨才刚出世 什么都不懂 他就这样愣愣地浮在空中 被灵兽印记糊了一脸 宋书航可以感应到 无形刀骨的一缕兽魂 被灵兽印记收入其中 再通过他留在印记中的 三十三兽先天仪器功的运转 这缕兽魂就被印上了宋书航的印记 无形刀骨收服成功 通过灵兽印记和宋书航之间 多了一丝心灵上的联系 哇 不愧是远古天庭兽神部的残荡啊 收服灵兽的手段溜溜溜溜溜溜啊 虚空中 无形刀骨开始游动起来 他的身体锋利无双 又坚硬似宝刀 但他的身体还能像长蛇一样扭曲着游动 无形刀骨发出细腻的叫声 同时他向宋书航传递过来一种 爽舒服的意念 爽 舒服 难道是我刚才用灵兽印记那狠狠一拍 让它很舒服 宋书航想了想 趁着无形刀骨还没有完全消失 抡起灵兽印记 灌注33兽先天遗弃弃弓 又试着对无形刀骨拍了一记 啪的一声 无形刀骨身上抱起一串的火花 然后他发出更加享受的声音 示意宋舒航再继续拍他 这只刀骨不会是只抖M吧 宋书航不由悄悄转头望向格斗兽袋鼠 如果说刀骨是M的话 那这只格斗兽袋鼠就是妥妥的S啊 撒娇的方式竟然是用尾巴狠狠甩主人 或是用后腿狠狠蹬主人 这样的撒娇方式简直是前所未有啊 这时虚空中的无形刀骨又连连叫唤起来 宋舒航一咬牙 伸手抡起灵兽印记 灌注33兽先天仪气功 对着无形刀骨继续狂拍 一阵啪啪啪 无形刀骨的叫声更欢快了 在他的身上 火星不断地飞溅而起 而在宋舒航不断地猛拍过程中 无形刀骨的身体 似乎也在一点点地长大 而且宋舒航每一击拍下去后 无形刀骨的透明化就会被延迟一点点 宋舒航拍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抓着灵兽印记的手不断狂拍 甚至带起了阵阵残影 而无形刀骨的叫声越来越细腻 他在催促着宋舒航拍得更快一点 更用力一点 宋舒航右臂拍累了后 又换成左臂继续一轮狂拍 这一次宋舒航已经使出了所有的力气 根本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甚至他体内三品四脉的力量都爆发了出来 星灰脉 月阴脉 阳炎脉 星亡脉 四脉的力量一波波爆发 再加上宋舒航拥有着四品级别的体质 全力攻击的威力已经不弱于四品修饰的程度 但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 无形刀骨反而越来越享受起来 夜思好奇地从宋舒航背上探出脑袋 望着空中那只越来越大 颜色越来越漂亮的 无形刀骨 好厉害 只是出声的境界 被宋舒航你这样狂拍 竟然丝毫没有受伤 甚至它就像是刀剑 在携受铁匠的反复锤打 身体变得越来越坚硬 夜思刀 不愧是无形剑骨中的变异品种啊 两酒后 望天 没想到揍人也是这么累的事情 宋舒航道 他现在握着灵兽印记 每一集拍的都是发挥自己权力的 每一集都让自己的精气神凝聚于一集 拍得久了 自然很累 在这期间 宋舒航左手累了换右手 右手累了换左手 都换了好几个来回了 啊 我已经拍了多少下了 宋舒航问道 我没数 我没数 夜思道 这时候宋舒航的眼镜上显示出了一个技术版 966 967 968 969 啊 已经快一千下了呀 到底要拍多久啊 宋舒航道 千锤百炼 说不定要买一千下吧 夜思回道 一千下 那我加把剑 宋舒航咬紧牙关 此时他的双臂经脉已经有些隐隐的障痛 一般三品修饰 爆发星辉 月音 阳炎 星王四脉的力量 都是做生死搏击之用的 以三品修饰的体质 四脉全开后能坚持个三四十招就不错了 再多的话 三品修饰的体质根本撑不住 而宋舒航的体质已经达到了四品境界 才能一口气撑到了近一千级的程度 宋舒航咬牙 又将零售印记换回右手 对着无形刀骨一阵猛拍 就和快到终点时的冲刺一样 宋舒航的手臂再次抡出了一串的残影 眼镜上 技术版显示的数字不断变化着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宋舒航大吼一声 啪的一下 零售印记猛然拍在无形刀骨的身上 无形刀骨一阵叫唤 他在宋舒航的身边游来游去享受极了 但是他还没有满足 还在不断地用双方的精神联系催促着宋舒航 让他继续拍打自己的刀身 宋舒航无奈呀 妈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乱打人了 难道一千下还不够 又一万下不成 宋舒航换了一只胳膊 一咬牙 继续对着无形刀骨拍打起来 一千下都坚持下来了 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说不定这关系到无形刀骨未来能进化到极品境界呢 坚持下去吧 为了自己无形刀骨的未来 拼了 坚持就是胜利 宋舒航一咬牙 决定坚持到自己拍不动为止 又是一阵啪啪啪和一阵无形刀骨的叫唤 叶斯捏着下巴 关注着宋舒航和无形刀骨之间的变化 宋舒航体内的三十三寿先天真气注入灵兽印记拍在无形刀骨身上后 刀骨的身体就会因为锤打而得到强化 并且有一部分三十三寿先天仪气功会进入无形刀骨的体内运转一周 正是这部分的三十三寿先天仪气功 让无形刀骨的体型一路暴涨 随后又会有一道更加精纯的三十三寿先天仪气功 从无形刀骨的体内传递回来 通过宋舒航手中的灵兽印记回归到舒航体内 这功能简直和灵鬼的功能很相似了呀 叶斯低声难难道 灵鬼除了无时无刻都能帮助主人修炼外 同样能淬炼主人的真气质量 而现在无形刀骨也在对宋舒航的真气进行淬炼 宋舒航在拍打无形刀骨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在不断地修炼 不仅是真气从无形刀骨体内带回来的 还有一缕说不出的能量 那能量进入宋舒航体内后 开始一点点的强化他的身体 不过宋舒航的体质已经催生到了四品境界 所以强化并不明显 事实上这就是三十三寿神宗的最大奥秘 三十三寿先天仪气功的每一篇功法 都有着类似精吞术的法门 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吞噬 并吸收灵兽精力的能量 如此一来 三十三寿神宗的弟子 经常会遇上体内真气爆满 要称爆丹田的情况 宋舒航就在这一点上吃尽了苦头 为了不让自己暴体而亡 他又是找脆体功法 又是喝龙魔药剂 硬生生地将自己的体质 催生到了四品境界 这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呀 而正统三十三寿神宗的弟子 可没有龙魔药剂合 他们解决真气爆体危机的方法 就是将体内多余的真气 通过特殊的手法灌入到灵兽体内 温养灵兽 增加灵兽的成长速度 在这个温养的过程中 从灵兽身上也能回馈一道更精纯的真气 这道真气数量变小 但质量变得更精纯 不仅如此 这个温养灵兽的过程中 还能提升三十三寿神宗弟子的体质 三十三寿神宗 可以说是一个全派开小外挂的门派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白前辈还是没有回来 功德蛇妹人和格斗兽袋鼠安静地坐在一边 看着宋舒航发狂猛拍无形刀骨 无形刀骨还在音音叫着 丝毫没有满足的样子 一千一百一十一 宋舒航拼尽全力 拍出了第一千一百一十一项 啊不行了 真的要撑不住了 静脉的刺头感越来越强 四外全开后 爆发的力度也越来越小 我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 就在这时 无形刀骨终于发生了变化 它的身体崩的笔直 其上出现了一千一百一十一道优美的刀纹 这每一道刀纹都是宋舒航用吃奶的劲砸出来的 这些刀纹连成一片仿若天生 如果说出生的无形刀骨是一柄锋利的宝刀 那现在无形刀骨就是一柄传世的百炼刀 无形刀骨发出开心的叫声 他终于不再要求宋舒航继续拍打他的身体了 宋舒航停止狂拍后 无形刀骨的身体渐渐透明 最终消失不见 连宋舒航这个主人都无法看到无形刀骨的身体 除非是修炼有特殊的铜术 或是等级实力极高的修饰 才能看到隐形状态的刀骨 不过 虽然宋舒航的肉眼看不到刀骨 但是经过这一番千锤百炼后 他和无形刀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 虽然看不见 他却能感应到刀骨就在身边 甚至他能感应到刀骨的具体位置 宋舒航试着伸出右手 在虚空中一抓 无形刀骨立刻接收到他的心意 轻巧地落在他的手中 这种手感就和握着一柄真刀一样 而且无形刀骨的大小重量 都仿佛是为宋舒航量身打造的一般 宋舒航试着使了一套基础刀法 本来他是想使用火焰刀或是疾风刀的 可无奈他现在双臂胀疼 真气都无法催动 只能使一套基础刀法试刀 一路刀法耍下来刀器纵横 这刀器不是宋舒航展出的 而是无形刀骨自带的 这是一柄自带刀器的宝刀 而且因为是自己驯服的灵兽 宋舒航只要握着无形刀骨 就有种刀人合一的感觉 刀感超好 现在无形刀骨还只是出生的境界 如果饲养得当的话 无形刀骨的境界也能不断提升 如此一来的话 宋舒航就不用再为宝刀而烦恼了 对于为刀客而言 拥有一柄衬手的宝刀 是极其重要的事件 宋舒航手中的八岁刀 也是一柄宝刀 能学四品修饰的肉身 但是宋舒航的境界总会提升 假以时日 宋舒航提升到无品境界后 八岁宝刀就会显得不够用了 但无形刀骨不同 这是一柄可成长性的神兵 使刀完毕后 宋舒航学着电视剧中 得到了屠龙刀的尸王 一刀在手 天下我有 叶斯立刻配合的鼓掌 不过 舒航 我记得你不是一直有一个 剑侠梦的吗 你终于接受自己 是个刀客的事实了 叶斯询问道 宋舒航跪了 啊 往天 我可能已经觉悟了 宋舒航挥舞着无形刀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啊 也各有自己不擅长的 我的剑术天赋是负分的 在剑道上我已经不强求了 所以想开了 就接受了自己只能耍刀的事实 叶斯眨了眨眼睛 理想有肉 现实却只有骨头棒子 而且其实想想的话 刀也不错的 比如无形刀骨这种执刀 也是很帅气的武器啊 宋舒航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执刀比剑还要帅 这绝对不是阿Q思想啊 叶斯言嘴轻笑 对了 叶斯 你说这无形刀骨的承重力 会有多少啊 宋舒航问道 我不知道啊 我是第一次看到刀骨这种灵兽 叶斯道 你问这个问题干嘛 我在想预见飞行 不 是预刀飞行的问题 宋舒航伸手在无形刀骨上轻轻易抚 无形刀骨天生就拥有飞行的天赋 而我现在已经收服了刀骨 如果我踩着无形刀骨的话 能不能预空飞行呢 叶斯轻笑 舒航 预见飞行和踩在剑上飞是两个概念 你又不是没成过各位道友前辈的预见 预见飞行和踩在剑上飞完全是两个概念 预见飞行踩的不是飞剑 而是顿光 这是修真界比较流行的预见飞行方式 首先在飞剑或是剑丸上凝聚出一片剑光 然后修士脚踏着顿光一瞬千里 一般的四品修士刚学会预见飞行时都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比较安全消耗也低 更重要的是能一边飞一边欣赏四周的美景 带人装逼带人飞也比较方便 一般在空中看到站在飞剑上飞的都是这种踏顿光的预见法 更高明的飞行方式是身剑合一 化为一道剑光一瞬万里 这种身法速度快但消耗大 一般不急着赶路的话 高阶修士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 比剑光更快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顿法 比如白贤辈就曾经使用过神兽九庙顿法中的天鹏顿法 是极高明的顿法 嗯 不过对我来说 踩在飞剑上飞就很帅气了 宋叔航道 哎呀 这都是仙侠类的电视剧看多了的锅呀 修士踩着飞剑 或束手在后做高人状 或朝气蓬勃做冲浪状 然后威风拂面 修士的长发随风飞舞 身上的衣物却只是微微扬起 这就是宋叔航概念中的帅气 那你倒是可以试试 叶思笑的 哎 那我试试啊 叶思你看住我点 如果出问题了 一定要接住我 宋叔航叮嘱道 毕竟他的恐高症还没有痊愈 说吧 他轻轻拍了拍无形刀骨 无形刀骨收到主人的命令后 先是安静地扶在宋叔航的脚边 然后宋叔航试着小心翼翼地踏在刀骨身上 能飞得起来吗 宋叔航出声问道 无形刀骨发出欢快的叫声 他表示很轻松 根本没感觉 刀骨的力量和速度都很强 否则仅靠着锋利和剑气 可斩不开四品修饰的护体法术 那我们试着飞飞看 宋叔航道 虽然他也马上快到四品境界了 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前体验一下脚踏飞剑 欲剑行空的妙感 无形刀骨带着宋叔航冲天而起 不过并没飞多高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禁地外围位置 处于一个类似于地底的空间中 飞太高会撞到禁地外围的顶部 无形刀骨带着宋叔航转了两圈 哎 怎么样叶斯 宋叔航问道 嗯 叶斯望向天空中的宋叔航 怎么形容好呢 因为无形刀骨是看不到的 所以现在的宋叔航 看起来就跟漂浮在空中一样 虽然也是蛮帅气的 但是如果宋叔航希望自己能拥有 脚踏飞剑 欲剑飞行的画面感 那他注定要失望了 还成 叶斯道 那我飞出去溜溜 宋叔航道 反正白仙辈还没有回来 先转一圈再说 于是 在宋叔航的指令下 无形刀骨带着他往远处飞去 飞出了一段距离后 宋叔航突然感觉有些不妥 哎 等一下 我记得之前我和叶斯 是被一群无形剑骨追杀着 才跑到禁地黄金圆盘位置来的吧 宋叔航突然想到了这一事 后来虽然如火尊者及时出现 驱散了所有的无形剑骨 救下了宋叔航 但是那些被如火尊者驱散的无形剑骨飞到哪去了呢 是又飞回了最初无形剑骨的巢穴位置 或者还在附近徘徊 刀骨 你能感应到那些剑骨的位置吗 宋叔航出声道 无形刀骨发出欢快的叫声 并用意念回答了宋叔航的问题 刀骨告诉宋叔航 现在他的附近有很多同伴 毫无疑问 刀骨说的同伴 指的就是之前被如火尊者驱散的无形剑骨无疑了 果然这些无形剑骨没有离开太远 还在附近徘徊着 我们先回去 宋叔航道 这个时候 他感觉自己还是不要触动这些无形剑骨为妙 至少在白贤辈回来前 他不能妄动 一旦触动了这些无形剑骨 到时候成千上万的剑骨对他冲击过来 那就麻烦了 无形刀骨听到宋叔航的指令后 听话的掉头回转 往夜丝的位置飞去 而此时 数百只宋叔航肉眼看不到的无形剑骨 已经凝聚起来 遥遥地锁定宋叔航 脚下的无形刀骨 无形刀骨是无形剑骨的变异体 理论上来说 它和剑骨也是同宗同族的 但是此时 那数百只无形剑骨的眼中 却散发着凶残之意 我们之间出了个叛徒 好好的剑骨不当 非要变异成刀骨 这些剑骨凝聚在一起后 缓缓地靠近并包围宋叔航和它的无形刀骨 对于无形剑骨来说 刀骨是异变体 同时还是大捕之物 一旦无形剑骨的族群中 出现了变异体无形刀骨 要么刀骨会被剑骨族群遗弃 要么刀骨会被剑骨的族群切碎 吞噬 而现在 这群无形剑骨 选择了后者 数百只剑骨悄悄靠近宋叔航 图谋不轨 这时 宋叔航的无形刀骨 机智地发现了自己的那些同伴 刀骨急速地叫唤起来 提醒宋叔航 啊 剑骨在靠近 宋叔航顿时一阵牙疼 这人呢 怕什么就来什么 他前一秒还在担心 怕自己会不小心将无形剑骨给惹上 结果下一秒 无形剑骨就过来了 啊 不兴啊 宋叔航叹了口气 早知道自己就先不急着玩御刀飞行了 最起码也要等白贤辈先回来再说呀 我们先加快速度 回叶斯呢 宋叔航的 先看看自己和叶斯联手 能不能挡下这些无形剑骨 不行的话 他就带着叶斯他们跑路 只要逃到核心世界 无形剑骨就奈何不了他们 无形剑骨一个加速 带着宋叔航秀的一下 窜向叶斯 同时 叶斯也祭出本命金书 将功德舍美人和格斗袋鼠兽卷入金书 向宋叔航飞去 他是宋叔航的灵鬼 和宋叔航意念相通 宋叔航感应到危机后 他也马上反应过了 叶斯靠近宋叔航 将他接到金书上 然后掉头往禁地黄金圆盘位置飞去 接近我们的无形剑骨 有多少数量 叶斯出声问道 如果数量少的话 他和宋叔航倒是可以 事事联手抵抗 宋叔航轻轻拍了拍 无形刀骨 无形剑骨的数量有多少 现在他们在什么位置 对付隐形的敌人 就是这么头疼 好在他的无形刀骨 可以看到剑骨 他们也不至于太被动 无形刀骨又是一阵叫唤 这次他的叫唤声中 充满着疑惑 因为他无法理解宋叔航的问题 毕竟他才刚出生 无法理解太过复杂的问题 你的同伴现在在什么位置 宋叔航重新询问道 这次无形刀骨正确地 回答了宋叔航的问题 已经被包围了吗 宋叔航感觉一阵甘疼 无形剑骨的速度好快 比叶斯金书的飞行速度还要快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宋叔航道 叶斯道 我在金书周围三米范围撑着防御 一会收好你来催动火焰刀 逃四面八方攻击一次 试探一下无形剑骨的数量 数量多的话 我们马上就逃 我尽力 宋叔航吞服了一枚恢复真气的丹药 之前狂拍无形刀骨时 他消耗很大 双臂的经脉更是隐隐胀疼 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催发几刀火焰刀 对了 你现在手机有联络信号的吧 登陆到那个九州一号群里 问问群里的前辈 看看有没有哪位道友 有对付无形剑骨的办法 叶丝问道 也对 宋叔航道 于是他打开一寸缩小袋 准备取手机 不用了 我已经在九州一号群里面发布问题了 现在正在等群里面前辈们的回答 这时聪娘的声音从一寸缩小袋中传了出来 宋叔航顿了顿 点了点头 那前辈们是怎么回答的 聪娘似乎是越来越贴心了 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候帮上忙 不过 哎 聪娘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解锁密码的 我刚发上去 就北河前辈回复了一句帮助找找资料 其他前辈还没消息 聪娘回答道 身为一只聪妖 整天宅在一寸缩小袋中 它是很无聊的 好在有手机这种东西 上上网看看电影 身边又有各种修炼的丹药 边追剧边修炼 她的小日子过得也不算无聊 至于手机密码 愚蠢的宋叔航友 身为你的贴身小葱妖 你这一举动都透不过我的眼睛 别说是手机密码了 连你电子钱包的支付密码 我都一清二楚 聪娘准备等宋叔航开学后 不再到处乱跑 有稳定的住宿后 就开始尝试在线网购 再用宋叔航的账号结账 此时 聪娘借宋叔航的账号 在群里求教前辈们 如何对付无形剑骨 霸刀宋依道 求助 一只宋叔航被一群无形剑骨包围 画面极其残忍 各位前辈们可有续命良方 在线等狠机 消息发上去后 聪娘又自制了一张文字版 一只宋叔航被一群剑骨包围 现场图发了上去 前不久 宋叔航将群里的昵称改成霸刀宋依后 一直没抽空改回来 于是 最近他在群里的道号 一直显示为霸刀宋依 第一个回复的 自然是九州一号群里 永远在线的北河散人 对 北河散人现在已经改道号了 他现在在群里的道号是北河真军 这个道号比起北河散人来 听起来就高大上了许多 不过 无论是北河散人也好 北河真军也好 他还是那个九州一号群 永远在线的圣斗士 北河真军道 诶 一只书航 喂北河前辈 我是聪娘 正用宋叔航的账号上线发言 那只宋叔航现在被 无形剑骨包围着 偷不出空来上线 哦 原来如此啊 北河真军道 不过 无形剑骨我也没接触过 诶对了 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一本 修士游记里的记载 上面似乎有对付 无形剑骨的方法 我去找找啊 霸刀宋依道 加油北河前辈 宋叔航会不会被 无形剑骨切成细碎 就看前辈你找答案的速度了 北河真军打了六个点 东方六仙子道 聪娘 让宋叔航开铜术啊 东方六仙子擅长天魔求武 这套功法的标配是天魔眼 破坏效果特别棒 东方仙子 那只宋叔航没有铜术 而且他的眼翘天赋是子弹时间 也无法看到无形剑骨 松娘回复道 黄刀三愣道 刷起无形剑骨 我一直有个设想 无形剑骨虽然无法 被修士们的眼睛看到 甚至也无法用精神力 去感应到他们 但是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没错吧 既然是真实存在的 那倒一桶染料过去 或是撒一些粉末之类的东西过去 不就能让他们显形了吗 无形剑骨的隐形能力再牛 也不能将身上的染料之类的东西 也一起变隐形吧 要生一只男足的骄霸道 三浪道友的说法很有可行性 破阳几郭大发了个萌萌狗头表情 破阳几郭大怒挫楼上 诶 等一下 破阳几郭大道 不对 你肯定不是三浪 你是谁 是不是你用什么手段 盗用了我们狂刀三浪的账号 是灵蝶前辈对吗 灵蝶前辈你在用三浪兄的账号 和我们聊天对吗 我们家的三浪怎么可能这么睿智 竟然提出了一针剑鞋的建议 这肯定不是狂刀三浪 如果是正牌的狂刀三浪 回答肯定是 啊 那里有一群无形剑骨 带我单身上前浪一发 体验一下被无形剑骨追杀的快感 那感觉一定很美妙啊 对啊 你是灵蝶前辈对吗 东方六仙子同样道 灭凤公子道 妥妥的肯定是灵蝶前辈了 灵蝶前辈有喜欢用别人账号上线 和我们聊天的爱好的 狂刀三浪打了六个点 心好累啊 三浪突然感觉自己心好累 浪某虽然有点作死 但是爱作又不代表智商敌好不好 在你们眼里 啊 我狂刀三浪就是个笨蛋吗 不 灭凤道友 老夫并没有用别人账号上线聊天的爱好 灵蝶尊者本尊上线了 除了女儿羽柔子的账号外 她压根就没有再用过别人的账号了 破截仙子 括弧羽柔子道 我可以为阿爹作证 刚才真的是三浪前辈自己在发消息 我刚才就在三浪前辈的身边 看他发送的 这时 北河真军回来了 啊 大家不用慌 这应该是真的三浪 其实三浪很聪明的 大家不要忘记啊 九州一号群里共享文件中那个充电术 就是三浪道友发明的呢 狂刀三浪其实是个很有创意的天才式人物啊 另外 三浪道友的剑意其实真的可行 聪娘 不如你让舒航小友试试三浪道友的方法 北河真军道 不过要注意啊 无形剑骨身上有一层剑气保护 使用三浪道友剑意的方法时 注意想办法破开剑气 聪娘回复道 我明白了 我这就将这个办法告诉宋舒航 然后 聪娘抬起头来 将刚才群里狂刀三浪前辈建议的方法讲述了一遍 至于宋舒航能不能找到代替染料或是粉末的物品 就不是聪娘能操心的事了 转述完毕后 聪娘正准备将九州一号群关掉 重新去看自己正在追的电视剧 正是群里的破洁仙子与柔子又道 宋前辈 你们现在在哪里玩 你不是和白前辈在一起吗 为什么会一个人被无形剑骨包围了 对呀 舒航小友不是和白尊者在一起的吗 北和真君也想起了这事 白前辈之前离开了一下 要去他的宝库去取炼制一品通用受粮的材料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聪娘用宋舒航的账号回答道